因為我本人本來沒有這麼喜歡喝啤酒 有 喝啤酒 對 但是接觸了這產業以後 開始越喝越喜歡 因為我是女孩子 我真的很討厭啤酒 我喝了很容易脹氣 那用這種方式就可以相對的比較不容易脹氣 所以更多人可以接觸它 更多人可以喜歡它 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余豪 歡迎收看 結瘦自己 台灣在每一年當中浪費的 除余數量 當今有六十萬噸 趕快歡迎今天的來賓 一起來跟我們談一談 台灣的盛世議題吧 讓我們掌聲來歡迎Holly 哈囉 大家好 我是FakeTipsy的Holly 然後問一下Holly 當時候是什麼樣的氣 一開始關注到這件事情的 我其實自己本來一直就很熱衷於勇氣 然後尤其是在把做勇氣這件事情 變得可以商業化 然後可以盈利 所以那個時候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跟朋友就碰到盛世這個議題 然後我說好 這個議題應該有方法 可以在解決問題的同時 是讓這個解決方法的體質要液化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盛食 然後慢慢拆解拆解以後 找到了一個方法 是一個我覺得還蠻有趣的方法 概念上是叫做食物升級載到 就是Food of Cycling 它跟回收概念非常非常類似 所以就會我們拿一些盛食啊 這些不能說廚餘啦 就是一些工廠會有剩下來的食物的餘料 拆出來看說有什麼樣子的成分可以使用 然後應用在新的產品上 做的第一支產品就是 現在這個是啤酒 這個啤酒它就是用麵包 烘焙產業剩下來的一些邊角料啊等等的 然後來做成的啤酒 剛才有講到說這個邊角料 不知道在直播前的觀眾朋友 留意一下邊角料的概念是怎麼樣的 請那個後裏來討論一下 邊角料其實就是 因為說會講到邊角料 我覺得可以先主要拆解這個盛食的東西 因為盛食它會主要分成兩種 那一種你會看到這種家庭廚餘 或者是餐廳啊 可能沒有吃完剩下來這些東西 或甚至是集齊品種 我們平常可以接觸到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我們自己的行為改變 來改善你的盛食 但是有另外一個還蠻大部分的盛食 是來自工廠 那工廠會遇到的這些盛食就是 像我剛才講邊角料的其中一個就是因為 你可以想像一下你在那個麵包工廠 然後他們裡面可能有做出來 其實烤的都是很好吃的 然後可是它可能長得比較醜 然後可能是它在切成最完美的吐司狀的時候 會剩下的那些邊邊角 叫我們叫它邊角的 所以我們主要會拿這兩項東西 回收進來後拿製成啤酒 但是你不要想像邊角 就是那個最小小邊邊一點點 它其實量非常非常大 像我那個時候 我直接去工廠 就是那個烘焙廠看的時候 它的量 我想想喔 它的量大概有 但一天一天的量 就可以有到 就是這個版本這麼大的量 所以它不是一個真的很小很小量的邊角 它其實是因為龜很大 所以它的量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那這個麵包來說的話 它要被提煉 或者是說要被成為這樣的一個素材來源的時候 它有什麼這個 什麼類型的麵包嗎 我們其實還不是說全部的那種東西我們都收的 我們其實還沒有限制的 這個限制是在我們製作上的限制 因為我們在做這個 譬如說以啤酒為例好了 我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主要從麵包需要拿的東西是糖分 喔 糖分 因為在啤酒釀造的過程中 它是要拿大小麥的糖分出來 你簡單說就把它煮到那個水裡面 讓它可以去發酵成啤酒 我們在挑選的時候 可能就要避免一些 其他我們不希望加進去的參加物 比如說像油脂 所以其他部分那種日式麵包啊 就有奶油很多 裡面可能有紅豆餡料 奶油餡料這種都沒有辦法使用 我們主要還是用就是成分單純的 歐式麵包 然後還有吐司煸醬這種 它很太油啦 或者它裡面不夠成分不夠乾淨 因為它還是主要以這個小麥跟大麥為主嘛 就是台灣對於食安 這件事情其實是蠻嚴格的嘛 那對於你回覆一下 你自己團隊當中的創業這個背景來說的話 在這樣研發這樣的就是啤酒啊 這過程當中說 團隊成員沒有一些碰到一些品牌 因為我們因為是同學 然後我們其實是氣管系的同學 所以我們全部都是商科背景 沒有人在做食物的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蠻著重有兩個點 一個是secure我們的顧問 就是我們在除了啤酒以外 其他品項都一樣 我們每個品項都會有一個顧問 那這個顧問它會確保 我們產品的研發之後的優化 那這個顧問可能來自釀球場 可能來自我們備場 但是我們要確保說 有一個人真的懂食物的人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蠻注重的點就是 因為我們一開始經費都是自酬的 然後所以我們其實也沒有說 很充裕的經費可以做 那我們可能會省各種小小的地方 但是我們在做檢測食品檢測的地方 我們就是完全不省 就是該做的SGS啊 什麼東西我們都做 透過這種方式 我覺得還蠻大程度的減少 我們自己也是減少消費者對我們這樣產品的疑慮 然後就不會因為我們自身商科出來的 做出來的東西好像不能買這種感覺 因為我們很容易會受盛於我們的數學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們可以尋求外在的資源 外上去顧問啦 或者是說可以降低我們在去做這個創業的過程當中的一線進去 會取名叫Bate Tipsy 就是因為我們都是拿烘焙產業跟釀酒產業的證實出來做 專注在烘焙產業跟釀酒產業 因為這個是我們跟我們的部門比較熟悉的領日 我們自己這個團隊想做的核心就是撇除Bate Tipsy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想要讓人可以更多的討論盛食這個議題 台灣好多人在講永續 那時候我回台灣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在講ESG 都在講CSR 所以都是比較強調在從企業的角色來作用去做環保 然後最多的都在講能源 太陽能啊或者是什麼新能源 然後第二多的就在講材料 就是一些什麼塑膠材料回收塑膠回收紙類 可是很多冷門的議題 但是又同樣會造成空汙或是環境污染的議題 就沒有在被討論就是盛食就其中一個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才會覺得說 盛食是一個必須開始被討論的東西 那怎麼樣讓他被討論就是讓他變得有趣一點 或是讓他的解方變得簡單一點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透過這種這樣子的思路去想說盛食這個議題 可以怎麼樣變有趣 怎麼樣可以讓更多人的去參與 我們那時候有個brain story process 就是我們那時候想說好 針對盛食議題我們要怎麼樣讓更多人可以討論 更多人可以參與 然後我們就寫出來很多我們想法 我們就每個人就殺那個便條紙 我覺得最耐劫的方法就是就吃掉 就是盛食的方法怎麼就吃掉 因為這樣我們延伸去研究才發現了 欸確實是可行的喔 就是如果你把它這樣拆解的話是可行的 所以我們就希望這個變成我們公司的一個core 確實我們在因為我們今年進入第四年了 既然大家反想其實都蠻好的 就是不論是跟我們一起做這個議題的創意 或者是單純的買我們的產品 大家都是覺得說欸正式變成啤酒喝掉 然後或者是變成其他產品吃掉 這樣有這麼好玩的解決方法 就是是一般人乍想不會想到的東西 然後所以我覺得算是成功的吧 就是確實有驗證到說 喔這個東西確實可以提升這個議題被創意的比例 我們在大學啊或是企業的課堂 就是在分享盛食議題的時候 我們帶著我們啤酒過去 那在帶著紐結的時候他們會更有概念 可是又吃了麵包然後又喝了啤酒 一個before and after的感覺 觀眾觀眾會想來問一下 其實這酒喝起來到底是什麼味道 今天我們的啤酒只有一個口味 然後我那時候選的是Saisong Saisong它也一個蠻大的特色 就是在大小賣的比例追求上是沒有這麼 不需要這麼精準的 然後所以我選擇它的一個好處就是 雖然我們不會需要每一次做新的啤酒 我們就說我們只能收五袋這種麵包 五袋這種麵包 五袋這種麵包 這比例它就可以不用這麼一樣 那我們在收的時候就不會有這樣子的限制 就我們有什麼盛食我們就可以使用 就不用這麼麻煩 然後不用好像為了湊齊這個比例 還要再做新的麵包 那在這個口味上其實有一個蠻大的好處 就是因為我本人本來沒有這麼喜歡喝啤酒 有喝啤酒 對那就是接觸這產業後開始越喝越喜歡 那這樣子的口味是一個相對比較甜的啤酒 所以在大眾接受度比較高 所以可能本來不喝啤酒的人 也會覺得不會這麼衝擊 然後它的氣泡稍微也比較低 那用這種方式 因為我是女孩子 我真的很討厭啤酒 喝了很容易脹氣 那用這種方式就可以相對的比較不容易脹氣 所以更多人可以接觸它 更多人可以喜歡它 我剛剛聽起來就是這個麵包啊 就是高深嘛 對你很適合女生就是要瘦身的時候可以吃 然後這盒啤酒的人喝了又不會脹氣 但是感覺是一個蠻好的搭配 因為我都想要嘗試一下 想要跟大家介紹身體再造這個概念 因為我覺得它 這東西我覺得蠻讚 就是比起回收身體再造性的更直接的方法 更直接的方法 對所以就是upcycle recycle還要更直接 然後還有就是要介紹我們的名稱 叫做bake tipsy bake就是麵包的烘烤 所以就代表烘焙產業 那tipsy是喝完酒以後會有微醺 所以就是代表釀酒產業 然後希望可以讓大家更直觀的知道 我們在回收什麼樣子的東西 在升級再造什麼樣子的東西 就是烘焙跟釀酒的產品 今天反彈下來 那有沒有什麼現在突然 你覺得你想要感覺對不對 我一直都還蠻感謝 接觸到我們以後給我們正面回饋的人 就是不論今天他的回饋就是一句鼓勵 或者是實際的消費 或是跟我們一起做活動 然後做這個議題的長意 因為甚至真的是一個一開始蠻不討喜的議題 因為每個人想討論它不太好玩 真的是有很多人願意來幫助這個議題被看到 然後被聽到 所以做了很多努力或是幫助 所以非常的感謝這些人 好 那非常謝謝這個浩瑞今天來到節目當中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他這個創業的一些故事 還有他個人的一些生命經驗 那如果你對於這集的 只能修自己的節目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按讚分享給你這邊的朋友們喔 那我們就下期見囉 掰掰